昨晚有个男人做了全世界球迷 想做但又不敢做美西 刘二的拥起 我都有点羡慕 就是冲进比赛场 抱住了美西 最后被五个保安抬出球场 脸上还挂着 此生无憾的笑容 不都是保安美西的吗 连都是要懒呢 有的人想问 这位球迷未满18岁 那他的行为会受到处罚吗 属于违法行为吗 其实他是违反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第24条规定 扰乱文化体育等大型群众性活动次序的 除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除5日以上 10日以下的拘留 并且除500元以下的罚款 但是美西觉得 中国观众也没有多少机会 能够见到真人 就满足一下球迷的愿望 而且他也没有做出更出格的事情 报了就报了吧 也没有让主办方围栏他 当然如果他引起了其他观众暴乱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其他观众觉得 不得欠 同样是买了票 拼杀子 你能保 我不能保 意思全部不冲上去保 那这个大概率就是个徐姓之事 即使你没满18岁 也要受到处罚 至于这个有没有侵害到其他观众的权益吧 我觉得是优劣 因为有些观众 不得到红眼饼了 比如说我 人家都有点红了 那至于报美西这个事情 也就是一个小孩子 违反了他和举办方之间的这个购票 观看比赛的合同的合同义务 跟其他观众没什么关系 但是大家不要看到有人报到了自己的偶像 也没有受到处罚 就觉得自己吃亏了 也要上去吧 这种行为是侥幸心理 千万不可取的